好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類似這樣拱橋的練習 那當然也是一樣 你有彎曲先想沒有彎曲是怎樣 事後再來彎它嘛 所以其實你先做成這樣就可以很快做出拱橋 好那我做一下 如果是我現在是沒尺寸 先隨便做一下 來我給一塊板子 然後呢 我可能在這裡做一個欄杆 然後呢 複製一下 幾個隨便我選instance 通常我都是複製多一點 複製多一點之後再去刪掉就好 超過的再去刪 刪很快很容易 好然後再做一個扶手 類似這樣吧 好 那這個欄杆是不是在我的對面也要一份 我選instance 好這樣子是不是就有一份紙的 好 那我先複製一份出來 我選copy 因為我等一下要講別的東西 好 所以它是獨立的 好 來 剛剛講的是FFD 所以我希望 當然希望要FFD做啦 但是我先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是要把它彎成拱橋嘛 那彎成拱橋 我ban可不可以做 覺得 我們來試試看嘛 ban 剛剛才講嘛 對不對 ban能不能做 我去彎他嘛 來彎彎看 欸不是他 那他呢 也不是他 那應該就是他囉 ban 欸 理論上是可以的 對不對 那segment跟不上 所以我必須回到box裡面去調節segment 回到box裡面去調節segment 來 是不是可以彎出來 其實我ban也可以做到拱橋啊 那 FFD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我們來試一下FFD FFD 我東西選起來 那 我FFD要選 多少 22 33 44 哪一個 你要彎起來 是不是最少中間還有頂往上拉嘛 所以至少要333吧 你如果222 中間是不是沒點 所以我選333好了 所以 我選333之後 我就可以選到 中間的control point 我是不是就可以往上拉 是不是就可以玩起來 那同理嘛 因為我的segment跟不上 所以我關閉control point 單選一個物件 然後回到box 我去給它足夠的segment 我去回到box 給它足夠的segment 是不是也可以玩起來 都行啊 所以方法很多嘛 可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請問真的拱橋是左邊還是右邊 嗯 嗯 右邊的 那 我只能這麼講 其實兩個都對 那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人車可以通行的公橋 應該是 右邊這一種 對不對 就是你的欄杆其實都還是直的 啊 你只有橋面是完了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庭園造景 是那種一步就可以跨過去好看的 或者是今天是在漁缸裡面那個小拱橋 很可愛那種拱橋 那就有可能是欄杆會要跟著變形 對不對 那就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兩個都有可能 只是看你想怎麼做 那 為什麼FFD這裡要特別在強調這件事情 因為FFD超厲害的 好 FFD也可以做到這個 當然可以 因為它有一大堆控制點 你說我要杆子跟著彎曲 OK啊 你把左邊的control point 往左轉 右邊的control point 往右轉 來是不是就可以玩了 對 而且 還不只這樣 你進如果想再玩得更誇張 那也沒關係啊 來我把中間的control point 往這裡移 行不行 可以 這些的ban是不是就做不到 正是呢 我把中間的這些control point 縮小好了 然後這一頭變大好不好 欸 來 那種 有時候那種豪宅的那個 來例如說 這邊往上 有時候豪宅不是有那種類似階梯那種 就很誇張的造型 所以其實是不是一個FFD就可以玩出來 那這就看你怎麼玩啊 你高興怎麼玩就怎麼玩啊 對不對 你想怎麼改你就怎麼改 你想改這樣 像吊橋 拱橋 隨便你啊 就你自己玩 所以 我只要跟各位講 FFD其實是非常非常自由 而且它非常非常好用 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用的一個變形器 它當然不只是用來做拱橋 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用 就蠻簡單用的 來 來試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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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